天悦 你快来 尝尝这个 好久没有一块儿吃饭了 就是跟天悦吃饭还要跟爸爸争取才行 真是的 听说你还有准备论文 一定很累吧 还行 我已经准备半年了 那今天晚上还是不能回来住吗 本来以为结婚以后可以天天见面的 现在看来婚前婚后都一样 对不起 不是不是 我没有抱怨你的意思 天悦 来 我给他呢 谢谢 那个天悦啊 你们家的房子是在你爸爸名下吧 是的 那个地座很好的呀 房子又够大 就那么放着 真的是有点可惜 可惜 是啊 你想想啊 如果那个房子改建了 再加盖几层 租金的收益是非常好的 是吗 这个倒是没想过 可不是吗 你说你啊 整天在医院里待着 除了看树洞手术 你怎么会想到这些呢 就那个地段 只放一个面房 真的是太可惜了 我爸他 应该没钱改建 如果你不建议的话 我可以投资 妈妈 真的吗 那当然啊 房子将来天悦也有份的 哎呀 不如趁这个机会提前继承 改建的费用就由我来出 天悦 我妈妈投资房产的眼光 那可是很精准的 如果楼层多的话 可以给家里人每个人一户 这样的话 大家才会有私人空间 才能有隐私啊 嗯 不过啊 你们三姐弟都有权力继承房产 如果 可以让他们直接把他们的薄夫卖给你 将来处理起来就更方便了 哎 也可以省掉很多不必要的争执啊 嗯 妈妈说得有道理 嗯 嗯 话说回来啊 不管怎么样 你一定要遇出你自己名家的房产 这样腰感才硬啊 回去跟你爸爸商量商量 钱的问题不用担心 太好了天悦 是不是 来天悦有给你夹菜 多吃点这个 天悦 姐 回来看爸啊 哎 在这看什么呢 不进去 我们家这房子 从小到大 好像都没变过 是啊 对啊 如果把这里打掉重盖 重新盖成一栋楼 你觉得怎么样 嗯 有人说 我们家这个地段价格很不错 如果重新盖一栋楼租出去 租金收益会很好 你开什么玩笑啊 你是说要把爸的房子拆了 重新盖楼 爸年纪也大了 现在还准备在做面 如果盖成一栋楼租出去 靠租金过日子 爸可以提早退休 也不用那么辛苦了 说的是不错 可是我们哪有钱 重新盖楼啊 如果有人愿意投资呢 哎 你们俩 爸 爸 在这干什么呢 本来想到医院看您 但可可说您回来了 所以就直接回来了 哦 是回来看我的 我没事啊 别担心 那什么 晚饭吃了吗 还没 那正好 我们这一家的好久没一块吃晚饭了 走 我们回家去 爸 你刚吃了两碗豆花 这玩意太小了 行行行 来来来 回来回来 我们一家多久没在一起吃过晚饭了 看来偶尔摔他一觉还挺不错的 要不然大伙聚不了一块 哥你说什么呢 我可是大功臣 那不是嘛 一个在派出所啊 一个 医院值班 一个 一直打不通电话 整个晚上 都是我顶料的 是啊是啊 这回多亏了格格了 小龙啊 嗯 以后不能再闯祸了 再闯祸的话 就把你从后果本里 踢出去 不是 姑姑 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原来气氛挺好的 这一说 爸 你这么快出院真的没事吗 那警察结果 都已经出来了 嗯 如果真的还是不舒服的话 去我们医院看看吧 嗯 都看看 没问题 嗯 医生说了没事 检查了没伤到骨头 没事啊 是啊是啊 我这身子鼓结实的呢啊 不用担心 吃吧吃吧 都是你们喜欢吃的菜啊 爸 啊 把面坊关了吧 什么 把面坊关了 啊 为什么会突然间说起这个事情啊 你也该退休了 开面坊太辛苦了 嗯嗯嗯嗯嗯嗯 但是不用 我身体还行 还应付得过去 面坊店关了 拿什么养家呀 改建面坊跟家里 重新盖成一栋楼 租出去 之前收入应该该让爸养老 您也不用做那么辛苦的工作了 重盖移动楼 你是说把这面坊 和这一家都拆了 我听人家说 我们家这个地段 价格不错 与其开面坊 不如改建 出租 谁说的 是你的岳母吧 他也是好意 房地产 他不就懂 他懂是他的事 面貌是爸爸的 对啊 这有点出格了啊 天忆 也没有别的意思 他就是想让爸 能够少操心 早点享清福 活动活动 活就是要动 这老年人如果窝在家里 会生病的 尤其是得什么老年痴呆 这不就是天忆一个想法嘛 他也是说出来 大家商量商量 知道 知道啊 先吃饭 赶紧吃饭啊 好好的 为什么要说改建房子啊 都说了 是为了爸爸的身体着想 爸现在都六十多了 每天还要干辛苦活 多累啊 让爸轻松一点的过日子 有什么不对 我才不相信呢 什么时候这么关心爸爸了 房子又跑不了 你瞎操什么心啊 真的 你真的是为了担心爸爸 一半是为了爸 一半是为了我们的现状 做考虑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你看吧 我说他是为了他自己吧 我光是为了我自己嘛 你好好想想啊 爸现在整天辛苦的做面 到底能挣多少钱 现在房市那么好 我们家一平米也有好几万 我已经说过了 改建 多盖几层楼 租出去 靠租金过日子 有什么不好 那这也不应该是我们所考虑的呀 房子跟面房 那是爸爸一辈子辛辛苦苦得来的 但总有一天 会是我们的 既然总有一天会是我们的 那我觉得我们就应该要提早认真的 好好考虑一下 到底怎么样可以让爸提早退休 让他提早可以过上好日子 天忆 你现在说这种话 是不是不合适呀 爸年纪也大了 体力也不好 而且这个家住的人越来越多 空间就这么大 我们到底要将生活到什么时候 难道不应该考虑一下现实的问题吗 总之这些东西不应该我们去考虑 应该让爸爸做决定 爸的个性比较保守 如果我们不出面的话 爸就会继续这么生活下去 你们应该了解 我们应该要好好地想一想 到底怎么做才是真的对爸好 我们应该要好好地想一想 时候不早了 我先回去 你们好好考虑 谢谢大家